乌克兰进入紧急状态 迹象显示俄军准备全面进犯 俄罗斯总统普廷21日声称并承认乌克兰东部部分地区遭亲俄分离主义分子控制的顿内茨克卢干斯克为独立国家 并派兵以维和民意入侵这两个州之后 俄国22日进一步宣布与这两个独立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 乌克兰政府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并实施特殊限制措施 乌克兰军方稍早发布命令 征召18至60岁的预备议备军人 另外 卫星影像显示更多俄军准备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的迹象 包括100多辆军车部署在白俄罗斯南部近乌克兰边境地带 以及俄国西部的军事要塞新设议处野战医院 美国国防官员表示 俄国全面入侵乌克兰所需的军力已将近100%到位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遭欧美日澳多国制裁蔡总统谴责侵害主权行为 俄罗斯军队21日开始入侵乌克兰之后 多国相继宣布制裁 美国总统拜登22日表示 俄罗斯承认乌克兰东部两个周围独立国家并派兵进驻是入侵乌克兰的开始 此举公然违反国际法 美国将全面封锁俄罗斯国有开发银行 VEB 与军方银行二大金融机构 英国制裁五家俄国银行和三民与普廷关系密切的俄国巨甲 德国也终止北溪二号天然气管线案审核程序 日本禁止与乌东两地进出口贸易俄罗斯国债不能在日本发行 继外交部谴责俄国危急区域和平与稳定之后 总统蔡英文也谴责俄罗斯对乌克兰主权的侵害 并做出持续强化对台海军事动态因应整备与全面提升应对认知作战等指示 陈时中 出国旅游最快下半年开放运动渴望免戴口罩 国内23日新增两例COVID-19本土个案 皆与宗教协会衍生设计师案有关 这起群聚目前累计44人确诊 因连续述天本土确诊维持个位数 显示疫情稳定可控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透露 松绑防疫措施有许多细节要讨论 他最想开放的是运动免戴口罩 实施时间应该很快 另外 近期将着手规划出国旅游标准作业程序 等国外疫情降温重症死亡数都能获得控制时 就是成熟时机 最快下半年有机会开放 林兹庙涉探80万交保检方 是裁定内容提抗告 宜兰地检署侦办宜兰县府弊案 22日再度搜索县长官邸等六处 检察官认为县长林兹庙与女儿林毅林以及县府农业处长康丽和君涉嫌贪污治罪条例图利罪 林兹庙另外涉财产来源不明罪嫌 23日凌晨申请羁押禁件 法院上午裁定林兹庙以80万元交保 林毅林与康丽和请回 宜兰地检署表示 将在街道裁定后市内容提出抗告 出口畅旺 110年国际收支创8项新高 1月制造业生产指数连24红 中央银行23日公布 110年全年国际收支概况 因去年经济成长亮眼 出口及投资畅旺 全年创下经常账顺差 进出口服务收支顺差等8个历史新高记录 另外 经济部也宣布 半导体产能满载 意诸1月工业生产表现 指数138.97 创历年单月次高 年增10% 并且是连续24个月出现成长 其中制造业指数为142.42 同样为连续24个月正成长 1月新承作房贷大减百亿中止 连四身央行 应与打炒房有关 中央银行23日公布 1月5大银行 台银和库银土银华银及易银 新承作房贷金额为688.61 亿元 较去年12月大减141.6亿元 且终止连续四个月的上升态势 央行官员分析 去年12月四年前购物旺季 也是交屋高峰 在高级旗下 今年1月的六都买卖 已转动数 因而月减13.35% 另一方面 央行去年12月 祭出第四波选择性信用管制 内政部也积极修法打炒房 可能对市场产生作用 弹农补贴延长至3月延益 以至少10亿元解决蛋荒 行政院农委会主委陈吉仲 23日表示 国内阴天冷源物料上涨 情流感疫情等三个因素 影响鸡蛋价量 春节后缺口缩小 但仍需持续调度 因此农委会决定 并把2月11日宣布的3加2补贴 蛋农每台金3元产地价 每台金调升2元 措施延长实施至3月中旬 届时将炎疫蛋机产业革新计划 经费约1元2位数 高中召会每周最多一次 其余4天游学生自主运用 高中延后到校议题连日引起关注 教育部23日与县市教育局达共识 第一节课前的非学习结束 早自习 每周可实施全校集合活动的天数 由现行不超过2日调降为至多1日 其余4天早自习由学生自主运用 让学校能保有安排运动会教定课程 及实施性贫环境教育等课纲要求内容的弹性 华山分尸案凶贤陈伯迁无奇徒刑定验死者负 非常悲痛 凶贤陈伯迁2018年6月间 在台北市华山草原性侵高性女子 在将她杀害分尸 震惊社会 法院一审判陈伯迁死刑 二审改判无奇徒刑 遭最高法院撤销发回 高等法院更一审去年认为 借由心理治疗等 陈伯迁有教化可能 判无奇徒刑 案经上诉 最高法院23日驳回 全案定验 被害者的父亲听闻判决表示非常悲痛 为女儿的不幸遭遇感到不舍 他说 法院认为凶险可教化并不公平 且陈伯迁至今都未跟家属诚恳道歉 香港单日增8674例 再创新高 港府4月将减税发消费券 香港23日新增8674例 确诊病例 再创新高 过去24小时又有24人染疫死亡 但港府表示 这一波疫情的死亡率为0.3% 低于过去四波疫情 这一波严峻疫情也重创经济 香港当局宣布 4月起向18岁以上香港永久居民 及新来港人士分期发放1万元电子消费券 鼓励消费 预估660万人受贿 同时也将减免房产税新凤税等 以疏解民众困境 以上是今天的重点新闻摘要 每日6分钟掌握天下事 中央社早安事件 明天再见